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不断地想要挖掘日本之美 传统之美 当然他的这样的关于日本传统美的讯息 是想要传达给全世界的世人 可是相对应的 他在那样一种日本式的含蓄底下 他对于国际文坛相对陌生 他竟然在最后选择的时候 反而正因为传达康城的日本性 被认为他显现了最纯粹的日本之美 因而诺贝尔文学奖的委员会 他们跳过了三道游记符而选择传达康城 这对于三道游记符这是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熟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律 所以他了解 一来诺贝尔文学奖要在这么多庞大的 不同国家的作家当中 每一年只颁给一位作家 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规定 基本上只给还活着在这个世上的作家 所以三道游记符当下 他立刻就能够算得出来 要在他有生之年 传达康城已经代表日本得了这个奖 他还要能够得奖 这个机率太过于渺茫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 对于三道游记符 不只是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失望 甚至到后来影响了他对于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他要去完成 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关键性的影响 那个时候三道游记符 他不能够公开的表现 对于自己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失望 因为川湯康城在他崛起的时候 带领着他进入到日本的温坛 三道游记符一辈子 他是毕恭毕敬的 以先生也就是老师 称呼川湯康城的 所以先生老师得了奖 三道游记符他还必须要表现出 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更积极 更热衷的恭贺 不过三道游记符在心里面 当然他有一个巨大的恐慌 他也担心因为这样 那在国际上乃至于更长远的来看 在历史上他的文学地位会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之后 我们可以说 三道游记符你足以安心 因为他的作品的的确确穿流下来 变成了经典 而且他留下了相当丰富的 一直到今天 值得我们注意 值得我们细读的经典作品 在他的经典作品当中 最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他的一部小说作品 那是金阁寺 金阁寺这是在京都的一所寺庙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去过 其实他的本名叫做陆院寺 只不过这座寺庙当中 他有一个最有名的建筑 那就是贴满了金箔金碧辉煌 而且在池子旁边 当光线对的时候 那样一种金光闪闪的倒影 然后现实的金阁 跟水面上倒影的金阁 如果再加上流夜里有月光 或者是在白天有阳光 彼此互相呼应 那的确会产生一种 令人感觉到不可逼世之美 正因为陆院寺有这样一座金阁 所以到后来大家就遗忘掉了 陆院寺的正室的名称 就把它称作为叫金阁寺 不过金阁寺在1950年 发生了一件奇特的案件 那就是金阁被烧掉了 而且金阁并不是意外失火的 是有人刻意中火 后来就找到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和尚 他告诉警察他没有办法忍受金阁之美 他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种高度的冲动 金阁之美让他如此的嫉妒 因此在那样的一种冲动底下 他就放了一把火 把金阁给烧了 所以三岛游基夫 他就以这个新闻作为基础 写了这部小说 但是当然小说跟新闻的内容 有很大的差距 这里面充分地显现出 三岛游基夫 他作为一个小说家 他在于动视人情 更进一步地挖掘了内在 深刻的心里 尤其是人对于美的感受 那他真的是有独到之处 在这部小说当中 他塑造了一个叫做 沟口的年轻主角 这个沟口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他口级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意念 藉由语言正常地跟别人沟通 因为就在他的生命当中 长起来一直有这种挫折感 这个挫折感同时又联系到 他跟外界的沟通 一直都是不顺畅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反而对于美的追求 有一种执着 但是当他看到金格的时候 他所体会的金格 跟他在这种挫折的情况底下 尤其是他遇到爱情 当他想要追求哪一个 特别吸引他的女孩的时候 那样的一种感觉 就有了关联之处 那就是那不只是美 那种美用他的语言 他的概念来形容的话 里面有一种绝对的拒绝感 那个美那么吸引人 可是那个美是让你没有办法靠近的 你稍微要靠近它 你就会觉得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因为它会对峰对照 让你觉得你自己如此的渺小 你自己如此的丑陋 你也不好意思去靠近 所以那样的美一方面吸引人 吸引人也就是 你会想要缩短跟他之间的距离 可是你稍微靠近他 他又产生了这个强大的 巨刺的力量 把你推开 让你产生更强烈 更深刻的挫折 那所以为了要对应这样一种 美既是诱惑又是拒绝 所以沟口它就陷入到这样一种 几乎是心里的狂乱状态 最后就像在新闻里真实的事件一样 小说里的沟口 它也诉诸于摧毁金格 来处理自己心里面 那样的一种无法平息的骚动 不过在这里 三老游记夫又多写了一个层次 那就是沟口不单纯 只是为了毁灭那个金格 以便金格之美 不会再用这种方式 让他自己觉得自卑 还有另外添加了一个 那就是日本传统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提过 非常重要的物质哀 甚至还加上了 佛教跟佛经的道理 那就是所有的万物 所有的一切终究会在时间当中被摧毁 所以沟口它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它并不是去摧毁金格 它只不过是帮助金格 本来在时间当中 就一定要走上的这一条路 就一定会有的结果 它只不过加速了 本来所有的建筑 在京都的建筑 因为都是木造的 不管是再怎么美 不管是再怎么神圣 宫殿或者是寺庙 最后几乎都是一把火 付足一具 既然是如此 为什么要让这样的金格 继续用这种幻影一般的方式 存在在那里呢 不如就把它消灭了 把它消灭了之后 另外前面所讲到的 美是诱惑又是拒绝 那样一种矛盾暧昧的特性 就随着金格不在而消失了 于是对沟口来说 它那种不完美的自我 跟美的遭遇 所遇到的这样一种对抗关系 也就能够解消了 不过在金格寺的小说里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去思考的 普遍的问题 我们追求美 到底是为了什么 美是要让我们自己 能够提升 还是在美的对照底下 让我们体会到 认知自我的丑陋 当然还有更根本的 或者说更终极的 像沟口这样 把金格给烧掉了 它跟美之间的这种 惨烈的对决 难道就真的解决了吗 我们这样看下来 我们大概可以体会 三岛游几乎重要的提醒 我们永远都活在 因为美丑这样一种对照底下 所以生命当中的彷徨 生命当中的动摇 这个是我们永远摆脱不了 但是也不会因为 永远摆脱不了 我们就能够看破 看开 所以无论美跟丑 我们都可以不在意 我们仍然在这样的 比对当中 必须去寻找出 自己生命的一种 终极的选择 这是非常深刻的 带有高度哲理心智的 一部小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